香港營地梁朝伟 从国际领导演李安手中 接下维尼斯迎战终身成就金诗奖 在台上感性落泪 像香港电影合作过的导演 至上最深谢意 也不妨感谢妻子刘嘉玲 一路支持 刘嘉玲外相随 与老公梁朝伟一同出席 威尼斯迎战 两人甜蜜同框 他也在IG上发文 为老公祝贺 晒出梁朝伟戴墨镜 与金诗奖杯合照 俏皮写下老虎戴石子回家 我总要要鸦枉 我最终也可以 我不会跟别人分享 愿望终于成真 梁朝伟主演的悲情程序 三角车夫色界都曾荣获威尼斯影展 最佳鸧片金诗奖 如今再度拿下威尼斯终身成就奖演技必受国际肯定 明新闻撞不住 那我又不会说什么东西为港真光 也不会说什么中国人的骄傲 那我despite of 梁朝伟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不能亲共 有没有讲过一些吴产香港人的说话 即是恭维大陆营的说话 我都不会很深究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他就算回大陆找食 有没有虚忍到153 温兆伦 高智森那些的虚伤 他又没有 他都很低调 拍得住法哥 你大陆找食就没有大陆找食 很多朋友都去大陆找食的 都没有办法的 你不想而已,别人想 是吧? 那我会斟酌对一件事 就是他没有做一些事情 是很凶对香港的价值观 又或者帮一些 助纣为弱 有些人助纣为弱 欺负香港人 还是怎样的 不是各有什么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会对他 特别大的这些鞭策 那梁朝伟始终都是 我们从小看得到大的 一个TVB出来的一个艺员 是吧? 那他在香港 我最开始注意到他的 就是他做乡城浪子 是乡城浪子 刚才Angie说什么? 韩罗特在日本说你很帅 这些鬚和头发 好像一个叫雨田昌宜 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日本的浪人 基本上我学这个曾田港芝的打扮 曾田港芝的造型也是学我的 是吧? Anyway 看他做四三名穿梭机 做这个六顶记 《再见十六岁》 一部戏叫《再见十六岁》 李思琦做的 他可以找回他的亲生妈妈 他是孤儿 其实你见到很多时候 他在园训练班出来的时候 你见到他是 那五虎将里面 汤侄业就不要说了 经常都是做女人汤丸 那刘德华就永远都是刘德华 没什么大突破 那我喜欢的王逸华 始终来来去都是一些大特 那种的角色就很合他做粗粗皮皮 那样 苗乔卫高大行动不能灵活 扮彩留香 我真是受不了他信 但是梁朝伟的变化很大 你都会见到他很突破 他真是一个演员 他不是一个明星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刘德华会不会做《丁老正传》呢? 是吧? 刘德华会不会 可以做他和哥哥 做《丁光炸蟀》的一样东西 你叫刘德华扮基佬 典长典脚 穿条底裤 打了车车 那你能不能做 他为了那个角色 他那个付出 令到那一段东西 哥哥做粗东西 王家卫 又可以用《丁光炸蟀》 拿这么多奖 是吧? 你能看到他不只是 和香港的导演可以合作的 他是和越南的导演陈英雄 他又可以和 台湾的李安导演去合作 很多的导演都觉得 为什么会找他去做这个演员呢? 就像我们以前去读书的时候 不是,做广告的时候 就找郭明辉 郭文辉 为什么会找他去做这个背音员 你最高级的script 给他 他都可以化腹瘤为神奇 令到你的广告身色不少 那时候我们就写了几句script 跟着呢 直接弹个line 就给阿郭 阿郭,随你发挥吧 跟着阿郭说 啊,你这些贼来的 你怎么想起 一个这样的job 要我做CD 你会弄错 但是,跟着他说那剔出来 你真是没能够去挑剔 而且是很好笑 你真是吹他不想象 所以,为什么有些talent 有些演员 有些导演很喜欢做他 就是因为他会帮那个角色 他加了很多的血肉 有些在一个创作团队 想不想到的东西 他会自己在那里 加了一些东西 你吹他不想象 你这个的上戏 一套垃圾的 这个Marvel电影 但是 如果没有想到梁朝偉 换了其他第二个人 例如换了John Lung 又或者换了其他 会说英文的演员 去做文武的角色 又没有那么好看的 是吧 你真是没有他的办法 上戏 难道你真是看那件 柔你那不够的书 什么伴姓 柔你那不够的 那时候習近平 不够看 我就想吐一個 根本是柔你那不够的 他也不够想看 如果看来的 如果你不想让他 他作为 拿赛 好了,大家也说过英文 했다 他真的 他没有讀大课的 中七的事情也会不够 mute 跟着中五岛就跟周星馳加入一个格系员训练班 理论上的英文真的是一般的 但是你很明显的见到他 是在英文方面他摆很多心思下去 令到他说出来是咬字的自正看缘 很淡定 以及也可以表达到他的情感 是不是一些changuage出来 他在这一方面可以见到这个人 就会为了他自己摆很多的心思下去 他现在好像帮欧洲 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拍一部电影 他要用八个月的时间读书 就要学做一个老科的医生 要入阴入阁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用这一种的态度去拍戏 我是很赞同的 为什么呢? 香港的演员我经常都觉得很浮夸 很表面 扮演那样不像那样 他们做的所作所为 就是做的那些 其实没有让他很认真去深入 这样去转研的角色 你看看荷里活的人 比如你看看Giana Reeves 去做John Wick这一部电影 他真的去上课 如何去开枪 他怎样去学近距离的搏击 他要去训练的 有些人是要上课 去讲一些的口音 去吊证 他扮俄国人 他就要有俄罗斯的口音 他扮意大利人 去上课 去学习 这个是怎样去Linguistic 去讲俄罗斯的 或者意大利的康 那别人赚那个钱 那我导演觉得值得给 你香港那些电影那些演员 头期扔个剧本过去 明天开机了 卖位了 我只有15天给你 只要15天拍完 你期待他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出来 是吧 再者 你去那个stage里面 对着这么多人讲英文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可以告诉你 我也上过台说话 不要说说英文 说广东话 有时你都 有stage fight 那你真是可以看到他 就是很淡定 很专业 和就是为他的职业 做了很多东西出来 当然是他个人的成就 那也是因为他 令到港产片 或者是这个 其实你说的是港产片做就他 还是他做就港产片 就相负相成 但是我可以说一件事 就是就是 其实早期的TVB 的而且确 那样密集性啊 那样去不同的剧种 拍到分天暗地啊 如果你真真正正 就是在这个短时间里面 你浸淫 你是会给很多人 就是打出来的实力 就是如果你肯用心 去认真 去钻研每一件事 是有一个很 功力的提升的 这个可能性在里面 那么 那 Mary Ma说 林朝伟为了拍上戏 很多年前 说了一个外国人助理 training 英文一起出出入 是啊 是一个 一定要这样去做 他 所以你会看到 香港那种制度 其实呢 我以前有一集的大院一路 我分析得很好的 我自己要给自己credit 我说 不是我们香港人的电影是可以的 而是我们香港那一水的时代 的电影 为什么去到东南啊 甚至去到欧洲啊 世界各地啊 因为当时在港英政府的 自由开放的地方之下呢 我们可以拍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我们的思想 不能会受人的限制 同时我们去拍那些电影 好得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南韩 还是那些什么东西 亦权密切 亦权密切的时期 这个的台湾 仍然有戒严 拍的东西 意识形态 这些全部要受控制 更加不要说邻近地区 各宾州国家了 是吧 日本仔是自成一格的 那你东南啊 那些什么东西 太宾波啊 根本都没成气候 新加坡更加不会有东西被你拍到出来啦 世界爆破之日 月球爆破之时 这些专政国家 新加坡是不会有机会拍到好戏出来的 我说的 OK 那你不是有邵逸夫拍了很多 有TVB 有等等 但是绝身丽城 但是全部都是粗制滥造的 但是粗制滥造之余 有idea在那里 那些人不是觉得 我在这些剧中好看哦 而别人开始未发力的时候 未去做craftmanship的时候 那我们的东西就弹了出来 但是实际上 现在你回看几十年之后 看一看那些电影 是啊 好看啊 很喜欢有个回忆在那里 但是你说是否认真一点 那些的电影 仍然有很多沙沙石石在那里 有些人做的电影仍然是流于表面的 你看回所有周润发的电影的时候 你觉得发过 其实很多电影之后 在阿昂的故事之后 没有再进步过 原因就是这样 那么 是别人没有想法 别人没有想法 别人没有想法 在那里 而你那个时期是最开放 最想成功的市场 所以你做些东西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梁朝伟就在那个时期里面 在那里面 逢了出来的 他不是小过六十一岁的了 浸淫了三十多年了 那怎么会不想法利害呢 但是问题就是 今天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要让你梁朝伟的政治立场是怎样 而是关键是 就是如果 就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专业的演员 现在 今时今日 大家问心 还会不会有机会 再出一个香港的演员 站在 这些威尼斯啊 什么东西 法国康城啊 荷里活啊 里面呢 可以呢 就是 再一些赢一些 外国人会 他在推崇你这些专业的操委呢 我想都挺难的 是吧 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 梁朝伟可能是可一不可再了 那 希望他继续要再突破啦 就是六十一岁 汤姆克兰斯这样的年纪而已 是吧 仍然 汤姆克兰斯都打算要上太空去拍戏了 是吧 梁朝伟应该还希望 就是 他的外形保障得很好 仍然可以作为中亨的角色 或者 再大一点的年纪之后 有些适合他的角色 或者适合他的剧本 可以发挥一样 可以是拿奖啊 发光发烈 那这个终身成就奖 就不会限制他的进步的 我相信 那 都是说那句啦 就是他 某一些的看法 可能未必適合大家的河车 但是他只要没有说一些 可能令你反感的一些的话 我也放过他 是吧 始终 人家要找饭吃 是吧 就是要养老婆 是吧 就是 每个人都有据各人的 一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不要认真 不要认真 不要认真道德 不要认真道德标准 其实我也会算 是吧 但是当然我会觉得 他的成功 是他个人的争取 也是当时的香港的时代 有这样的土壤 可以让他突围 发围 加上他个人的天赋 和努力 只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么今时今日 就很难再有这样的爆发 爆了出来 所以香港人 是吧 难得他在拿奖 仍然都说过香港的电影两次 他没有说大陆 中国 已经没有盲本了 已经是非常好的 是吧 好像他和杨子瓶一样 在拿奖的时候 都说香港的电影业 那么杨潤红听完之后 老为安慰 虽然他在三月份 他已经出了文章 就是公贺梁朝伟抽水了 不知道杨潤红 会不会再出文章 再抽水呢 那就不知道了 是吧 照计他不会放过 任何抽水的权利 都有这样的机会 好啊 anyhow 老婆是明日战技的牌筆 算了吧 找他拍明日战技的那个昂狗 不关他老婆的事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想说 好anyhow 今天差不多时间了 记住 今天已经是9月4日 9月6日 11.59分 就是折单 大家记得 就打电话去 23310 6337 抱歉 6337 0012 就去帮忙 就是要这个订购 有这个得奖的火龙冷果 又有这个沙爹 是吧 又有这个伙计奶茶 还有这个补充桩 是吧 记得大家 还有文章 文章的图 在哪里 不能见到的 文章在哪里 是文章在哪里 还有些巴洛 OK 大家记得 6337 0012 今晚记得 就是搞猫进初体验下冥记 第三台 希望大家捧一下牆 是吧 未subscribe第三台的老友 麻烦你subscribe 其实有很多的老友 记分之中第一台 和第二台都未subscribe 麻烦大家记得subscribe 星期三的早上的morning goi 记得 明天是没有六街 星期六 我才和 约了Honaka 约了大家 到时有一个 的Downtown 加拿大这边的 日本文化节 我教她解话 是吧 我也要理解她的日式 I teach you English in the Japanese way 那我又要表达你 那些翻译 I translate her English in the Hong Kong way 到时大家再去见面 OK 今天是星期六至六街 记得 星期三morning goi 見 OK 拜拜 HotTV的网站付费 以及到Patreon註冊会员 查询电话39558673 Whatsapp98108874